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就是我们要一些未来的规划和一些愿景 OK 第一个就是什么是SBOG 对 相信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 就是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 然后这儿我自己用SBOG社区的一个介绍 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吧 第一个关键词是open 第二个关键词是一个table format 第三个是underlist data size open 对 什么是open 对 可能一方面理解的话 你可以认为就是说 它open的话可以对接更多的一些引擎 可以对接spark 对接flink 对接trino 还有的话它底层的话 可以对接各种各样的一些IO HDVS各种云存储 它的table format是open 是parque 是open的 还有本来这个理解 可能还有一些理解的话 就是说它整个的iSBOG 它提供了一个open的一个table spike 对一个 它格式的定义是一个非常的open的 并且是一个非常的优雅清晰的 一个table spike的定义 对 个人认为的话 这个定义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iSBOG 一个整个生命力的 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来源之一 对 第二的话它一个table format 它是一个table format 对 什么是table format 对 大家可能have会用的比较多 have的话 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 那个table format 一个文件加下面的 所有文件 全都是它的一些数据 对 iSBOG的话 它有它自己的 一套table格式定义 它怎么管理 它的table下面的数据 怎么组织它 怎么来高效地 做一些插入啊 查询 对 这是它要做的事情 第三块的话 是一个分析的数据集 对 为了应对分析数据集 它要做什么事情 OK 就是可能要对数据 要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导路 查询 怎么来进行的高效 这些操作 对 这是它 iSBOG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 iSBOG是怎么解决的 就iSBOG整个架构层的话 基本上分成三层 对 第一层的话是一个开落层 就开落层的话 基本功能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它会存在一个 六七个pointer 来指向我最新的 MetaDate 是在哪里 对 第二层的话是MetaDate层 也就是它的整个数据文件 是怎么组织的 对 可以通过SnapShout Manifest 各种方式来组织 它的一个整个数据文件 这也是 iSBOG的整个一个核心层 第三层的话 是DateLayer层 也就是具体的话 就把你的数据 写到存储上 当然一些Pakui 和ORC的格式 把数据写进去 这是它整个DateLayer层 这是相对比较simple的 对 基于整个架构的话 就iSBOG演进出了 它各种各样的 有些复杂的特性 就包括SID 包括它的ForeChamp Scamere Evolution 和它的各种Partition Hidden Time Travel 对 这些特性 都基于整个底层架构 演进出来 OK 那开Log 对 那什么是开Log 对 可能 如果是 像很多系统 可能都没有开Log 的概念 对 像Hell 像Maseco 对吧 都没有开Log 对 那开Log 可能主要解决 可能要解决 现在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Table在哪 还有就是说 我Table的一些 Scamere是什么 我要更新 我Table的时候 我怎么来安全地 来更新它 就不会导致 多个病发更新的时候 有一些冲突 在做这些事情 对 如果是 让大家来做 我不知道大家会 对 怎么设计这些东西 对 如果这些想法来说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用 HighMassStore呢 对吧 我们可以用它吗 是不是好像也 好像也可以 是吧 这三个问题 也可以回答 但HighMassStore 有它自己的一些缺陷 对 实际上它的Scamerevolution 它是一个很受限的 非常有多限制 对 还有它的Partition Evolution 也都是很受限的 还有它的Performance 也是不行 对 特别是它 缺少一些远处 一些管理 对 还有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若是我们用 HighMassStore的这东西的话 可能是Icebook 要绑定到Hell上 对 这可能是跟Icebook 整个一个Open的 一个设计理念 有违背的 对 所以说 Icebook它要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它会怎么设计 它要开Log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就Icebook它的做法的话 它是 对 开Log做了一层抽象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这是Icebook 一个整个开Log 它会提供了 它做的事情 就是说 就是 提供了一个 抽象的 开Log的interface 你不同的 你可以实现不同的 一些 提供不同的实现 来对接不同的系统 然后Metadata层的话 就是说 它提供了 是另一个抽象 对 你可以直接写到Metadata 然后基于它的抽象的 这个interface的话 你可以实现 不同的Catalog 就像我们大学生态 你可以实现 HiveCatalog 还有一些什么GDPCCatalog 还有就是我们大学 HadoopCatalog 然后对于各种 营厂商的话 会有 GlueCatalog SnowflakeCatalog 对 有各种各样的Catalog 可以对于你的系统 所以说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Catalog这么重要呢 就是说 它首先它是 它要实现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就是说怎么来 原子性的保障 你要更新你的Table的Metadata 对 这个原子性的保障的话 是你最后支持 SBorg 各种告一特性的 一个底层的一个基础 如果你这个不在的话 可能就整个SBorg框架 底层都不在了 对 第二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开捞的话 可以比较方便地 来对接各种各样的一些 Date生态 比如像可以对接Hive生态 像一些云上的 像Snowflake生态 和一些Glue生态 对 都可以比较方便地集成 SBorg做了 听了这么多开捞的一些 实现和抽象 那是不是已经比较完美了呢 对 可能也不是 对 现在的SBorg开Law的话 还是有很多局限性的 对 首先 第一个局限的话 就我们知道SBorg 它是一个Java的 一个Library的实现 所以说你要对接一些 大数据生态 非大数据生态的时候 比如说像 像DollysLilux 或者像 对吧 像其他的 像Rust的一些东西 想要读SBorg 那可能就很费劲了 对 然后 当然现在有一些 那个 像Rust的实现 但可能还是出在 比较Native的阶段 所以说 语言的一个限制 和语言背后的 整个生态限制 是现在Karlog的 实现的一个 比较大的限制 第二就是说 它整个性能上 是一个受限的 它整个受限的一个 根本原因在 也就是说 它是Client的一个实现 但Client的话 你要做一些优化 是比较难的 对 因为你会有 各种各样的限制 你不能很好 利用一些Cache 这些事情 还有就是说 本身现在录音 Hive的话 你会收到本身 它实现的一些限制 像Hive这些 所比较重的限制 还有就是说 因为现在提供了 太多的Client实现了 你要 在这么多实现里面 都要做各种各样的逻辑 要维护它一些一致性 这也是非常的 一些困难的一个事情 还有就是 现在Client实现 也会 想做一些Debug 像多一些审计 监控都会比较的 一些困难 对 然后 基于这些问题呢 就是 社区 最后给出了一个答案 是 这个 Isolite开Log 对 它整个基本的思想的话 就是说 Iceberg 它 它比较 会定义 它首先会定义一套Spike 还是一个Spike 就是API的一个Spike 比如说 定义好Spike之后的话 它社区提供了一个比较轻量级的 一个LiteClient一个实现 你可以基于这个LiteClient 来实现一个LiteServer 在LiteServer里面实现 这些Catalog的这些 对MetaData的一些管理的逻辑 对 这样的一些好处呢 也是 显而易见的 对 首先它的一个整个 语言的一个兼容性会更好 对 因为就是说 你不再需要维护那么 复杂的一些什么 那些开Log逻辑在Client端了 只需要很薄的一层的一个 Client LiteClient 维护 大门逻辑都是在LiteServer 对 所以阻挡一层 还有说 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些 优化的可能性 对 因为就是说 你大门逻辑都是在Server了 你可以在Server做很多事情 对 比较简想 你可以做一些Cash 对 做一些加速 对 当然 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后面会介绍一些 还有就是 会减少你的一些 维护的一些开销 对 就是说 这块了 后面会稍微介绍一下 对 还有就是说 你更方便的来做一些Debug Monitor Audit 因为你有一个统一的Sore 来管理这些事情 对 可以比较方便做这事 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介绍它有一个优化点 对 如果没有 Royce Cloud的话 就是说 Icebo的整个更新机制 它是基于一个版本更新的 对 我要做一个更新 我就先看我现在的版本是什么 然后我应用我的一个 一个更改 产生一个新的版本 对 然后提交上去 如果没有 有新的更改 没有冲突 我可以成功了 如果有新的冲突 对吧 那我就失败了 我就重视 对 这这里面的话 就是说 如果是同时有一个 open的数据操作 加一个scammer的 一个update操作的话 对 它又会失败掉 但是有了Icebo的Royce Cloud 对 它会更智能地分析 你的这次 这两次提交 有什么一样的区别 对 就说 其实我们 如果是仔细想 想这个问题的话 就说 其实可能会发现 其实你的整个scammer变更 和你数据的提交 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对 如果是从第一性元里来思考的话 所以说我们可以 Icebo的Royce Cloud 它可以做到 就是说 这两个可以同时提交 还有怎么降低 maintain overhead 这可能举例子 假设我们系统里面 就是说 用了Icebo 对吧 你可能是 用Spark Flink Treno 对 都会 对它有些读解操作 那其实我们整个 overhead的话 我们要升级 这Icebo 其实是一个 不是很好升级的事情 对 因为并且有些client 可能都不在我们的 整个数据托管体系里面 对 我们要跟用户联系 跟他沟通 要升级排期 各种 对 这是很麻烦一个事情的 但是如果有了Icebo Royce Store的话 因为基本上 就Royce Store是不需要升级 Royce的client是不需要升级的 我们只需要 升级下Icebo Royce Store 对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完全是在 我们的控制范围内 对 是一个 所以说 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些 维护成本 还有就是说 一般来说我们 用一个组件的时候 多多少少 可能都会引入一些 自己的一些业务的逻辑 在里面 对于做一些更改 如果是一个 Sore端 如果是一个Client端实现的话 对吧 这个的话 特别是涉及到 不同的引擎 你可能要在 不同的引擎里面实现 然后再升级 对 这可能都是一些 非常重复的一些逻辑 但有了IceboRoyce Store的话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 把一份逻辑抽象 那IceboRoyce Store 这块来做 OK 下面这块的话 可能会主要介绍一下 IceboRoyce的一些 最新的一些进展 主要包括两块 第一块的话是 它的最新的一些 API Spike的一些变化 这部分已经是 类似于合作代码了 对 它最新代码里面 第二部分的话 是一些新的Proposal 对 只是一些提议 对 大家在讨论 NPI Spike的话 就是说 其实基本的 它的整个Spike 已经成型了 但后面的话 可能主要是 针对于现在的Spike 存在 在某些场景下 出现的一些问题 来做一些优化 可能第一个 可能就是Paginization 对 主要是在一个 大表环境下 就可能有几百万个表 我要收一下推报 所以这时候 可能是很慢的 对 就供一个 Paginization的一个 interface 可以来分段的 来获取表信息 优化一些性能 还有Regist Table Regist Table的话 这个功能主要是说 就 我可能心里面 多个catalog 对吧 我要把一个 Icebo Table 对 我要 在另一个catalog 里面可见 对吧 我可以Regist一下 对 就是要做事 还有一个 Multi Table Transaction 对 现在的话 Icebo它支持的是 个单Table 一个Transaction 可以单个Table 你可以比较方便地 做一些 一些事物的事情 但如果多Table 对吧 你怎么来保证这事物 对 这可能 对 也是大家要做事 还有一些 微有的支持 是最新的 这块主要是介绍一下 Icebo最新的一些 Proposal 对 第一个的话 是一个 Source Site Meditables 对 这个的话 就是说 Icebo原生的里面 就你要看它 也卖的这些信息的话 其实你要用 类似于Spark 或者是Trinnel的一些 Share来看 还稍微一些重的 对 可能社区有人会提议 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 Ice接口来提供出来 这样的话 你方便跟我们的一些 整个大数据系统 或者是查看它 原数据的系统 来做一些对接 对 第二的话是一个 是说 Commit的时候 怎么来尽可能地 减少一些Commit的冲突 对 我们怎么样地来优化 Commit的逻辑 尽可能地 可以把Commit 交给Icebo原生的Server来做 这事 对 这是AWS提的一个Proposal 在他们的整个测试 和场景下 Commit的冲突 下降了非常多 对 还有第三个的话是 Icebo的一个 Loist Scan的API的Spot 对 它的一个基本思想的话 就是说 我要做一个 Job Scan的时候 就是我要读 我怎么尽可能地 把一些工作 都交给Icebo原生的Server来做 尽可能地减少 Library做的事情 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Proposal 后面会再读介绍一下 对 第四个的话 就是说 怎么来支持一些 安全的一些特性 因为我们要 提供Icebo的Server的话 就说 安全这块 可能是必须 要具备的一个事情 对 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Icebo的Scan API 这个Proposal 对 我们先说一下 Icebo就是 原生的 它的一个Scan的 一个逻辑 在Icebo原生的Scan里面的话 其实 就刚才 Icebo整个架构图里面 说的 就说 它会先请求 开Log 获取我最新的MetaDate地址 然后根据MetaDate地址的话 解析一下 我的MetaDate 各种各样的一些MetaDate 然后 根据我的Query的特点 和MetaDate特性 然后我会分析出 我要读取哪些数据文件 开始读取 对 这是原生的 Icebo的一个Scan的逻辑 它的Proposal的一个主要点 在于说 它把Scan的大部分逻辑 都交给Icebo Let's Store 对 这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对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觉得 对 这一点的话 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它可以做Cache 对吧 就是 你相同的请求 对 你可以用 我上次Planning的一些结果 对吧 你可以Cache住了 你就不需要 特别是有些Plan 你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来做这个 这个事情 对 这是比较好的地方 还有的话 就是说 因为它 大部分的逻辑 都翻到Icebo Let's Server 来实现了 其实 我们这里面 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就非常多了 对 因为 这这里面的话 就是说 你要读取这个表 对吧 你真正 是不是真正读取这个表 对吧 你其实是不一定的 因为你只需要返回一个结果文件 对吧 你可以 读取一个 比如说 对吧 一个什么物化表 把结果返回给它 或者是有一些 索引的话 对吧 再根据索引 怎么更快地把你的一些数据 返回给用户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话 就是说 你可能读的 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Icebo Let's Server 表 对 你读的可能是一个其他表 对吧 你如果是能够识别这个表的一些MindHit 你可以根据它的query的特点 对吧 query的请求特点 然后把它的 要读取的文件返回给它 就可以了 对 对 我觉得这块想象力 其实还是挺大的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对 对 Icebo有这么多好处 对吧 那我想 试用一下Icebo The Let's Service 但非常遗憾的就是说 现在没有一个成熟的 开源的Icebo Let's Service 来提供出来 现在社区可能只有一个测试用的Icebo Let's Service 对 主要原因的话 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比较成熟的Icebo Let's Service 对 但是可能都是币源 像Table AWS 他们有自己的Icebo Let's Service 但可能这是他们的一些卖点服务之一 还有就是说 比起Icebo社区呢 就是也是 强烈的反对 来维护一个Icebo Let's Service 对 主要原因的话 就是他们还是觉得Icebo 应该focus在Spike领域 对 怎么定义Table Spike 如果你要维护一个Icebo Let's Service 的话 你要考虑很多事情 你的稳定性 跟你的整个metrics 你的整个权限体系 怎么做 对 你的audit体系怎么做 对 这可能不是他们focus的领域 所以说他们不倾向去做这个事情 特别是LearnBlue 对 它会有strong的option 对这方面 对 那怎么办呢 对 那有没有其他方案 对 那可能就看一下 那个介绍一下Gulai Vettino 对 首先问一下 就是大家有谁知道Gulai Vettino 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单词在中文里面 有没有人知道 重力是为子 对 就差不多 对 可能引力为 引力 对 它有一个引力 引力为子的作用 就是说 其实这可能就涉及到Gulai Vettino的愿景 我们Gulai Vettino的话 可能期望 就是说 就像一个引力一样 就把各个系统 各数据系统 AI系统 都聚合在一起 通过Gulai Vettino 能够连接各种各样的数据系统 和一些AI data site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 我们会定义一个 统一的一个metadata 一个管理 Spike 疼 然后 做上层 做一些多引擎的一些支持 然后Gulai Vettino 为什么要 做AI service 其实也比较简单 对 因为我们要 连接所有的Date 可能不管这数据在哪 它是什么样的 格式 并且AI四伯格 现在做一个 国外非常火热一个数据 推报的话 可能也是必须要做的 OK 就介绍一下 那个Gulai Vettino的 I-Soloist Server 对 就是在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 我们怎么做 可能 我们觉得就是 在我们做这个事情 可能有一个 比较 也比较 比较 比较大的设计 根本的一个出发点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 做成一个 Plugable Design 对 是一个可插件 画插拔的 为什么这么做的话 其实是 是我们 因为 因为 如果大家要用一个 Server的话 可能 避免不了 可能都要做一些 各种各样 定制化 要开发 对 就开发的话 可能你的开发越来越重 到时候可能跟设计的 overhead 什么 来menting 都是一个比较 hard的一个hack 对 然后我们想 尽量地做一些 插件化的设计 这样的话 一些 一些企业内部用的话 你可以基于这些 参与化设计 来实现你的功能 这样的话 就把整个社区的 眼镜和你自我 和公司内部的开发 你们两个可以同步的 做一些迭代 对 基于这些思想的话 其实我们设计了 它的整个 像它的security体系 包括一些认证和 健全体系 和它的一些 一些event listener 对 你可以 捕捉它event 做一些事件 还有matrix doll 就是你可以 就我们 基于 iSport的一些matrix 你可以秒级别的 来获取它各种各样的 一些matrix信息 做各种各样的事件 iSport 方便用户在 一些内部使用 OK 对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可能主要会在 下面这几方面 做些增强吧 第一是一个安全 因为安全的话 这个块的话 主要是 安全体系也比较复杂 对 因为过来 Vitendo本身 要提供一个安全体系 然后iSport 也需要安全体系 我们会做一个 统一的安全体系 来把两块做一些 管理 还有就是一些 云上数据的一些 管理和集成 对 现在的话 主要还偏向于 HGS 对 后面的话 怎么做一些S3 GCIS这样的 数据的一些集成 还有一些 就更多的一些 iSport特性的一些支持 来提供更多的价值 最后说一下 可能的愿景 对 最后希望就是说 通过Glubitendo 然后继承Sport S4 通过 各种各样的一些 特性 能够把所有的数据 做些连接 然后最终提供的一个 是一个 Unified的一个 interface 对用户提供 然后可以 上层可以 连接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一些 数据 然后提供给各种 Spark Flow Trino 上层各种各样的引擎 然后提供统一的一些 访问控制 并且 跟 提供更好的一些 数据的一些发现 数据的合规 和数据管控方面的 一些工具 对 今天的可能分享 主要是这些 对 也欢迎大家 试用一下 过来给Tindo 对 大家有问题 各位小伙伴 有没有 一位啊 咱们 有一位的 请举下手 好 先 留两个问题吧 我有个问题 可能是我刚刚 没有听 完全懂 就是Gravatino 它到底是一个 Client side的东西 还是一个 Iceberg的 Server side的东西 就是我刚刚听到你说 它可以提供 对应的REST API 有一些插件 但据我所说 Iceberg的Client 它是会查到 Catalog 然后来几条 来搜索的 然后它的Server 可能会提供一下 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 没有完全懂 这个Gravatino 负责的 到底是哪一块的东西 OK Gravatino是一个Server 对 它是一个 Iceberg REST server 对 就是Iceberg社区的话 它有不同的一些 Catalog实现 对吧 这大部分 除了REST实现 都是一些Client的 对 然后REST的Catalog 就是它是分成两部分 非常轻量级的一部分 叫Client 留在这儿 然后剩下的是在 REST server这块 中间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整个 接口的一个Spike定义 然后你所有的一些逻辑 其实都是可以在 REST server这块做的 OK 我换句话说 就比如说 现在那个 可能Google的 Big Lake 它实现就是 它是有一份Catalog 然后它会 跑一个SQL 然后生成 Iceberg Catalog 然后有了 你刚刚说的REST API 它就是可以 直接用它的Catalog 然后返回最终的 Fire List的这样结果 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刚刚听你说 它有些逻辑 可以做到服务端上 通过这个REST API 对 它是有些 很多逻辑 其实可以做到服务端 并且Iceberg的社区 可能现在讨论非常多的 也是在尽可能 把逻辑放在服务端这块 然后做一些更多的优化 但刚才您说 那个Google 其实我不是很了解 就是它自己 有一份Google 自己的Catalog 然后它跟Iceberg兼容 它就会 跑个内部SQL 然后生成外部的那种文件 应该它只是生成了 Iceberg的一个 对对对 麦下Data文件 对对对 因为还有DataBlocks 它们好像也 都可能是这样 对对对 那我没有问题了 谢谢 感觉一忧未尽啊 这个 再来一个问题吧 刚才 对 你好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是 看你刚才PPT里面 有一个就说 后面要连接各种资产吗 对吧 对对对 尤其那个AI要塞特 我想问一下 在AI资产这一块的话 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些实践 或者说是跟其他这种资产的 这种约束缺管理啊 有没有一些 就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或者你们有一些实践可以介绍的 有实践介绍 但这个实践介绍 可能会留意到下 后面的小米同学 陶贝他会介绍 主要是对AI的一个 稳健的管理 对应该是对后面小米的一个讲师 对会介绍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